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大家安安 我是李佑 今天凌晨 蘋果WWDC的直播 兩個小時你有跟我們一起直播嗎 沒有沒關係 來看我用新鮮的乾 欸不是 是熱血的心 來幫大家整理的懶人包吧 今年真的嚇到 真的跟傳聞說的一樣 Apple Vision Pro頭戴式裝置 真的來了 號稱將帶領我們進入空間運算時代 只需要用眼睛、雙手跟聲音就能操控 真的超級酷 另外當然也有如同以往 帶來iOS 17、iPadOS 17、WatchOS 10 還有Mac OS Sonoma電腦作業系統的更新 部分系統針對介面有明顯的改變 大部分比較著重在特定功能的優化 沒辦法花兩個多小時跟進 那就花幾分鐘來看看這次有哪些重點吧 首先當然一定要先講Apple Vision Pro 當你配戴上後 虛擬影像會出現在你的真實環境中 建構出虛實融合的場景 你可以隨意調整位置、距離跟大小 想大到超過實體空間也沒問題 只要轉動數位旋鈕就有更沉靜的體驗 而且它不用藉由控制器控制喔 只要用眼睛、手勢跟聲音就可以 配戴過程中也不會與世隔絕 當有人要跟你對話、靠近時 藉由Eyesight功能你可以看到對方 對方也能正常跟你互動 根本就是視覺版的通透模式 但其實一開始在看傳聞時 一直在想Apple Vision Pro 是不是主打商業應用 後來看完發表會 才發現它其實更多用在遊戲、影視跟娛樂上面 還有日常生活跟生產力上 像是工作中的應用 我們可以突破螢幕限制 看一下螢幕就能移動並放大螢幕內容 其他蘋果設備也都能通過iCloud互相聯動 真的是鋼鐵人限時版耶 另外像是工作日常都會用到的Facetime 在Vision Pro能以真人大小呈現 同時搭配裝置裡的空間音訊 讓整個視訊過程更有空間感、臨場感 Apple Vision Pro配有蘋果首款3D相機 並結合空間音訊捕捉當下 之後想檢視照片和影片也會以真人大小呈現 至於娛樂體驗它會自動調按周圍光線 任何空間都能變成私人影院 甚至3D影片也可以看 超有感的把虛擬世界融入到真實世界 看完真的覺得超酷超想待 那要達到這麼好的體驗呢 就要仰賴於Vision Pro它全新的Vision OS系統 它可以支援空間運算的低延遲需求 以及增強空間體驗 那在硬體上外型使用的是鋁合金邊框 正面有弧度可以貼合臉部的夾層玻璃 設備上方有實體按鍵跟旋鈕 可以切換和控制不同功能 那在機身中內含各種鏡頭與感應器 左右眼接採用2300萬畫素Micro OLED的顯示器 大小就跟郵票一樣 而且具有廣色域和高動態範圍 而且有戴眼鏡的大家也不用擔心 它可以另外插入對應的菜絲鏡片 保持視覺真實度和眼洞追蹤的準確性 另外Vision Pro搭載的是M2晶片 保有強大的效能、控溫表現外 還另外搭載了全新的R1晶片 帶來無延遲即時顯示的世界 但是它要價美金3499元 直接破10萬台幣耶 預算不足的話你還有時間慢慢存錢 因為明年初才會在美國開賣 至於其他國家怎麼要更晚了 關於Vision Pro真的有太多要分享了 但礙於篇幅的關係 等到之後有機會真的可以上手實測 我們再來跟大家慢慢分享囉 因為今天同時還有15寸的M2 MacBook Air 登場 這次15寸的規格基本上跟13寸是一樣的 重點就插在螢幕尺寸跟重量上 想必是很多人愛大螢幕又怕重的願望被聽見了 蘋果給我們多了一個選擇 不過價格也足足多了7000元起 目前台灣官網還沒發售 大家可以再多多考慮幾天 另外還有兩台Mac也一起發布了 就是Mac Studio以及Mac Pro Mac Studio有兩種版本選擇 M2 Max和性能野獸M2 Ultra 號稱比最強大的Intel 27吋iMac快至6倍 比上一代搭載M1 Ultra的Mac Studio最快可搭3倍 小小精緻的外型適合各類的專業工作室 進行影音創作、機器學習或是藝術創作渲染等用途 搭載M2 Max的Mac Studio 售價為台幣64999元起 搭載M2 Ultra的則為129999元起 而Mac Pro同樣搭載M2 Ultra 速度比前一代Intel機型速度提升最快可搭3倍 更適合作為專業工作站 進行機器學習或是大規模渲染等應用 有兩種形式可以選擇 塔市售價為229900元起 機架式則是244900元起 未來將在台灣開放訂購 但目前官網還沒公布確切的販售日期 在軟體更新部分先來講講iOS17 可以在電話App中自訂來電介面 像是顏色、圖片等都可以變換 另外呢當你在忙碌無法接電話時 語音的訊息也會以文字的方式顯示在螢幕上 讓你不會錯過重要的通知 另外在iMessage簡訊中啊 也有了新的平安確認功能 可以在你一進家門時 就自動檢測並通知朋友或家人 最厲害的是如果你沒有移動或是在預定時間到家 iMessage也會自動發出通知給聯絡人 在安全上就更有保障 不過看完了以上的內容 我不僅有個小疑問 就是現在還有人是在用電話或是簡訊的嗎 有的話麻煩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一下 好啦我接著要分享幾個我自己覺得很酷的功能 在看影片呢你應該都有用過AirDrop吧 以往呢我們在傳資料時 一定要在附近傳完才能離開 但是未來呢即使你檔案還沒傳完 後續也能透過網路的方式繼續傳輸工作了 這樣如果要傳大量的照片或影片 就不用兩個人在那邊大眼瞪小眼竿在那邊等 變得很方便耶 另外這次還新增了NameDrop 只要你把手機碰手機或是手機碰Apple Watch 就能快速與他人交換聯絡資訊 不只這樣延續了iPhone隨顯的概念 iOS17還新增了Standby的待機模式 讓你手機在充電時有更多的用途 就像Apple Watch的待機模式一樣 你可以將手機放在床頭櫃啊辦公桌 並在上面加入自己想要看的內容 像是時間、照片、音樂、天氣等 宛如是一個小心時鐘、相框跟日曆 讓你的手機在沒有使用的時候 也有其他的功能啦 最後 Hey Siri 終於不用說Hey了 未來只要叫Siri就可以囉 不過有點小意外 Siri這次只做了這麼一點點的小更新 並沒有做其他人工智慧的升級 好失望喔 果然他們這次都把精力放在這個了 至於iPadOS17 基本上就是將iOS16的各種Wedget小工具加入 客製化鎖定螢幕、動態桌布等 在鎖定畫面左側進行排版調整 還可以快速瀏覽各種訊息 並加入即時動態顯示功能 外送進度、比賽數據一目了然 另外大家敲碗許久的健康App 也可以在iPad上使用了 在較大螢幕上瀏覽健康資訊 看起來眼睛也會比較舒服 是說我的數學也不太好耶 不知道iPad什麼時候才會有計算機的App 還有一項更新 就是將PDF內置在平板內 還可以識別各種輸入框 相機掃描到文件 一樣可以填入、簽名、放進Notes備忘錄協作 同步非常及時 終於不用花錢買Adobe了 接著是MacOS 這一次全新版本名為Snowma 同樣加入Wedget功能 讓用戶能在桌面直接看到各項資訊 以往我們都只能在通知中心裡面使用的工具 現在都可以直接拉到桌面 真的超級方便 你甚至不需要安裝任何App 就能將iPhone裡的小工具擺到Mac系統中使用 而且顏色還會自動辨識融入背景 也不會干擾你的工作讓蘋果生態系完美串聯 Perfect! 此外本場發表會重點之一 GAME ME! 日本知名製作人小島秀夫憲神 宣布今年終於要推出Mac版的死亡擱淺導演版 而在最新的MacOS Sonoma中 也會加入遊戲模式 未來也會陸續跟第三方遊戲大廠合作Mac專門遊戲 難道蘋果也要來分食遊戲這塊大餅了嗎 我們就拭目以待囉! 最後要來分享WatchOS 10 這次最大的更新就是 加入了SmartStack Wedget的介面改動 沒錯 Apple Watch也能用Wedget小工具了 除了可以自訂喜歡的表面跟顏色外 你只要旋轉錶冠就能顯示一疊的智能小工具 包含天氣、體能訓練、計時器等 向上滾動就能看到計時器還剩多少時間 也能更快得知各項功能訊息 觀看各地的天氣狀況等等 使用起來更直覺也更方便 以上呢就是今年 蘋果WWDC的重年整理啦 那當然今年大會發表的內容 還有很多像是 TVOS、AirPods等都有微幅更新 我自己呢是覺得Vision Pro真的是太太太太太精彩了 真的等不及要上手玩玩看了耶 大叔~~ 那你呢你會想要體驗看看Vision Pro嗎 或是你針對今年WWDC 有哪些是很滿意的部分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討論喔 好的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要趕快去睡覺了 希望我明天早上起來呢 可以看到下面有滿滿的留言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啊 我是李佑 掰掰